都在疑问这一代到底是没有了Ultra还是没有了Note 其实Ultra从来不算是一个系列 从S20 Ultra诞生开始 它更是一个三星最高硬件规格的标志 但是Note是真正事实伴随着我们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系列 如今Note系列一机之力以Ultra规格归为S系列 时隔一年带着三星顶尖的技术和极致的工业设计 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随着Food支持了比Spen最强移动端生产力输出 也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这只只能临时解决燃眉之急的Spen又能坚持多久 难道S2U真的只剩下情怀和这个难得的造型 绝对不是 作为专业的三星博主 绝不忘记 我给你们总结了S2U创下的历史之最 它是首款那只Spen的S系列 所以也是首款Spen支持IP68防水防尘的S系列 它是首款四角尖尖的S系列 可是你已经删了 能不能让我再说一个 它是首款长得最像Note的S系列 从20U开始 Ultra所有的手机设计 就没有一个能让我觉得好看的 为摄像头妥协太多 终于这一代在上手的一瞬间 它就是目前为止 我认为最好看的Ultra系列 虽说厚度和上代一样 但是这种过度确实手感会更薄 后面再也不用承受它那强大的硬件 所带来厚重的相机模组了 首款搭载抗精大线型Victus家的手机 跌落损坏和耐刮像都会有提升 好想测试呀 手机和笔都支持IP68防水防尘 正面的观感和Note20U差不多 背部摸起来的手感磨砂质感 今年全系列都提供了强大的配色方案 在我实际观感中 除了三款限量配色没有看到 常规的四款个人建议 裸奔红棕色绿色都可以 带壳您就随意了 偏向白色 硬件参数 这是常规硬件参数 最重要的亮点还是Vision Booster 系统会根据不同的环节亮度 动态调整画面上的显示效果 降低外在光源对于屏幕显示的影响 这他妈不就是自动调节亮度 之前讲过一个显色体积的概念 屏幕过量 整体的色相对比度 甚至饱和度细节都会损失 这次在1750nit亮度下 依旧通过VDE高对比度广色预认证 还是那句话 三星的屏幕你看看就行 实际亮光下体 新机买来 基本分辨率都会给你默认1080P 这里毫无疑问 只要买了这个手机 全部调到最高分辨率 享受就完了 这个大小的屏幕 最高分辨率还是可以一眼看出差距的 续航方面 电池没有因为S-PEN受到影响 依旧上了5000毫安时电池 你可以说这是目前支持S-PEN 电池容量最高的S系列 45W快充不到一小时充满 这里测试了一下21U 在以往的测试机型中 不管你是4050电池 还是5000的电池 不管用的是25W还是45W 三星都会维持在1小时10到20分钟之内 这次新设计的45W充电速度 目前是加足前列了 而且我用之前支持三星协议的 第三方充电器 也可以激活蓝色动画UI的 超级快充2.0 处理器方面 4纳米的高通骁龙8 三星也上了全新设计的 GEO TEAM散热凝胶 可以达到3.5倍的传热速度 并且在凝胶上面覆盖了一层NANO TEAM 是一种新的纳米散热片 相互协作可以让热量 更快的传递到VC均热板上 这次这块板是双层不锈钢设计 不仅更薄 覆盖区域更广 还可以进一步强化结构强度 最后再盖上大面积的石墨散热片 相较于以往 从一开始散热凝胶 散热片均热板都采用了新型材料 在散热设计上 以及用料成本算是豪华 三星在调教上面 一贯是非常保守 而且在温度和性能上 三星一般会选择前者 导致去年888 在三星旗舰手机上的表现 高火力降频频率 反而还要高于865家 实际体验加续航测试环境 温度25度 最高分辨率加自适用刷新 手机5G双卡双待 智能管理器里面 自启动应用程序 只有微信和三星生活助手 屏幕音量都在50%左右 这是5小时的续航 在WQHD加的自适用刷新率下 这个亮屏时间和剩余表现 相较于去年来讲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在三星做了大功课下的散热表现 个人感觉只能说是比888强一点 我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也比较模拟真实环境 是带着手机壳玩的 里面有融的一个硅胶保护套 高画之下的英雄联盟 基本在玩了15分钟以后 后盖摄像头部分 其实就已经能摸到温热的感觉了 在玩完一局大约30分钟之后 摘下保护壳 相机周围的热度 以及这里边框的温度 测试了一下 最高温度在43度 这里毕竟是设备和时间的原因 不可能面面俱到 又加上室温不一样 设置不一样 所以结果只是仅供参考 在软件方面 其实升级不大 而且4.1马上所有机型都会适配 新系统 更多的是在配合新硬件 主要以相机成像方面为主 这个我们下面再说 首先Note系列上面 不要过多的依赖于书写 这次笔的延迟降低70% 其实日常在写写画画的时候 升级感知不大 但是如果你在三星笔记里面画画 快速的笔触分层 硬件和软件的配合 再小的差异 伟大的习惯 也是绝对能体现出升级的 但是毕竟笔杆细 想要长时间用Spen输出生产力 目前看最便携的移动端 依旧是Fold3 不过自Spen诞生起 就绝对不是没有用的 开会的时候 没有拿笔纸 领导突然问起来的时候 从容淡定的抽出你的Spen 吸屏书写 快速进入桌面 常规的功能条 展现在你的面前 你可以快速建立三星笔记 通过玩UI 引以为傲的分屏体验 借助透明视图 借助多智能截图 不管是抠图成像 还是录屏GF 盯在桌面实时查看 还是这次三星笔记 新增的链接复制 浏览期页面长截图 附在你的笔记上 这些小 却非常提升效率的功能 Spen都可以胜任 而且22U里面的Spen 也是带蓝牙功能的 远程操控 手势操控 相机操控 以及无线DEX分享 你的方案是 可以直接当做一个控制笔 虽说这么细 不能长时间输出生产力 但是22U里面的Spen 无论是相较于Type系列的笔 还是Spen Pro 以及Food Edition 依旧是全系列里面 能随时随地 带在身边 功能最完整的Spen 还是要看你日常怎么用 然后说一下 WiUI新加入的ARM Plus功能 虚拟内存 其实并不是一项新技术 它在桌面操作系统上 已经存在近几十年了 但是直到最近 才走向移动端 原理就是分配一部分 内部存储 作为实际的ARM备份 为操作系统 提供了更多的应用空间 但由于ARM和ROOM之间的 技术差异 虚拟ARM运行 肯定要比硬件ARM慢 但它仍然是提供了 必要的缓冲区 对于这些 实际内存不足的老手机 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12GB起步的S22U 在智能管理器里面的选项 默认4G虚拟内存 最高支持8G的扩充 重新选择需要重启 不过你如果不是DEX的 重度依赖者 12G真的完全够用了 因人而异 相机方面 这次全系列升级最大的 就是相机方面 22U硬件 其实和去年21U差不太大 硬件的这点升级 相较于手机这个体积来讲 如果算法不升级 实际观感差距其实不大 还是那句话 80%的人 S10成像水平都够你用 有空研究参数的对比 真不如学学自己后期一下 毕竟每个人的成像场景都不一样 针对不同场景 你随手拨了几下参数 比任何AI都要强太多太多 所以这次22U算法上面的发力 是正确的 这一代的处理器ISP 以及AI性能是显著提升 再加上一系列的算法增强 主镜头又加上了超清玻璃 配合表面的抗反射镀膜 进一步检手画面的鬼影和眩光 下面我们就实际体验一下 实际成像效果 以及拍照过程体验 下面的体验 常规环境 我们就不展示浪费时间了 还是直接从苛刻的环境 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场景 分析一下 这次的抗眩光方案和苹果相比 完全是两方互换 白天的鬼影眩光 三星和苹果晚上差不多 苹果晚上的鬼影眩光表现形式 和三星白天的差不多 但是整体的鬼影眩光的控制 要比21U强 在大逆光下的表现 暗部细节22U还是最好的 在夜间上 三星家族凭借着高倍数优势 细节保留更好 仔细看夹缝里面的细节 22U要比21U还要保留更多的细节 至于运光的处理 这个我感觉就是各家风格的问题了 你是要看清呢 还是要看光感氛围 就因人而异了 高倍数测试环节 因为苹果没有就不列举了 22U无论是在30倍 还是在100倍 即使是在浅色下的纹理 也会有所保留 在前置上 也选择了比较苛刻的环境考验 落日时段 黄皮肤和整体的暖光环境 非常容易形成环境护年 再加上是逆光 而且后面是不锈钢的围栏 不锈钢是高亮高反光的材质 在抠图上面非常考验 算法算力 22U凭借着强大的前置硬件参数 确实在前置上的碾压 要比后置各家大得多 YUS 4.0之后 场景优化器集成在了系统内部 这样就避免了之前 我们在拍的时候 很多人物观 导致画面拍起来没有经过AI调整 22U的拍照在后期处理的过程中 速度显著提升 在1亿800万像素模式中 多了一个细节增强开关 进一步通过算法 增强高像素下的画面细节 它会通过多张合成 在保留细节的基础上 加上HDR 进一步提升画面的动态范围 这样就解决了上一代 高像素模式下 拍出来之后 总感觉整体照片的观感 不如其他倍数的问题 很简单 原因就是没有后期 而且这一代NPU的提升 无论白天黑夜 更自然 无论任何倍数下 22U的观感细节都是最好的 但还是那句话 这么强的扣图实力 抓紧把我们的空间贴图还给我们 这个真的可玩度很高 也是绝对的出篇力气 去年21U的微距体验 我基本也狠狠玩了一把 确实爽 22U上依旧是支持 虽然三星没有提 但是整体的成像效果要好于21U 我更愿意把它的功劳 归功于后期 画面明显提升了对比度 黑暗的对比 加上明眼交接线的分明 这种后期是最讨好眼球的解决方案 自动调节像素 相机可以感应你周围的光线 如果光线编暗 它会调整 并由1800万像素的高解析度模式 切换到1200万像素的高感光度模式 或同时在两种模式下拍摄 结合画面 协作搭配画面观感 这次三星还主要推了一下 自己的Expert RAW功能 国行没有内置 你需要去应用商店自己下载 三星五年前 其实手机就可以拍RAW格式了 只不过这一次把RAW单独拉出来 成为了一个成像APP 说之前 先说一下RAW是什么东西 RAW的原意就是未经加工 可以理解为RAW图像 就是CMOS或者CD图像传感器 将捕捉到的光源信号 转化为数字信号的原始数据 RAW是未经处理 也未经压缩的格式 首先你要知道 图像在每一次后期之后 因为图像中阴影高光等参数的改变 都会让画质 无论是暗部细节还是高光部分 有一定的压缩 现在手机都有AI功能 拍完了 它首先就会帮你第一次P图 有些人不满意 传朋友圈的时候 会再用第三方软件二次P图 所以经过两次压缩之后 你的画质就会大打折扣 有了RAW格式 拍完之后 虽然出片后 它也会给你一次后期 但毕竟记录了更多信息参数 让你整个图片里面的对比度 高光 阴影氛围 宽容度等 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之后 画质损失没有那么大 所以无论是什么倍数下 拍出的照片 RAW格式都要大约10倍以上 玩影像的都知道 RAW最好的搭配就是Lightning Room 三星的这个软件 拍完之后 有快速开启LR通道的后期开关 因为国航拥有商店 没有这个软件 所以你也就知道 为什么ExpertRAW 没有内置在国航机器里 综上拍照体验 RAW成像部分相较于RAW 在各个环境下的人像夜景长焦 而且每个人都会时常用到的基础体验 带来了观感操作的全新成绩 通过强大的算法 在第一观感上也有显著提高 但是这么拔尖的功能 适不适合于每个人呢 在录像部分 三星主要的功夫 都下载稳定和夜间成像这两部分 三星重新设计了主镜头 这一颗大感光元件的OS模作 也让RU上的位移范围提升了58% 很简单 你镜头承载位移的范围越大 机头效果越明显 防抖越好 这是实打实的物理提升 后期其他机身是肯定无法通过OTA升级的 这次也上了全新的VDIS防抖算法 通过每秒数百次的位移侦测 带来了更好的防抖表现 而且这个画面是在4K60帧下的防抖效果 毫无疑问 物理加持这是最显著最独占 最有效最直接的升级 购买建议 如果你需要随时随地利用碎片时间 让S Pen处理一些事情 效率观感最好的还是Food3 不说操作面积大多少 单纯左右分屏的效率就要强上太多 反之S2U绝对是目前三星各个方面的天花板 新的成像软硬件的体验 市面少数的四方造型极致工业设计 没事写两下都舒服的S Pen 绝对是玩家的不二选择 综上S2U对大部分人来说 也就工业设计和成像会让你有质的提升 游戏和续航虽说只能比去年888强 但是强不了太多 快充 但凡是这个时代 不能让你有倍数的提升缩短时间 那么不管是50%还是100% 快的那十几二十分钟 这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首要选择手机的原因 剩下的方面 三星家族都可以找到不错的平替 只不过升级的这两方面 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就因人而异了 Note系列的结束并不是一两年的事 细心的人应该不难发现三星的动作 最近我也在整理资料 Note系列消亡史正在制作了 我会以第一视角作为一个用户 逐渐挖掘三星对于Note系列消亡的信号 新节目也会尽快与大家见面 大家也不要吝啬你用过的Note手机 评论区畅所欲言 我会挑选大家的故事放在下一期的节目里 让我们一起封存这段记忆吧 当然不管Note系列以后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它都不再叫Note了 这一次我们真的要给Note系列说一声再见了 每个人的手机都会记录下属于你每个时段的记忆 伴随我们一段时间 最后的最后 也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段 再叫它最后一次了 感谢收看本期Note22 Ultra详细体验 我们下期再见